受到马娃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东高空出现了火红光线 大片云朵聚集形成美丽的火烧云 还有民众幸运捕捉到了七彩云 笑称是仙人吓到凡间 气象专家表示这种自然景象 经常会出现在台风前后 天空红彤彤一片遥远天际 出现橘红色光线 火烧云勾挂上空远看如同山水画般动人 镜头再拉远还能看见另一边海上出现七彩云 台东靠近中央山脉山头上29号傍晚出现火红云彩 还有民众幸运捕捉到海面上的七彩云 夕阳下美景受到马娃台风外围气流影响 空气中较难形成悬浮粒子 加上高空充满饱足水汽 傍晚的时候夕阳折射 角度低就形成七彩云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七彩云是民俗说法 没有正式名称 这个玄虎毁力不容易扬起 所以能见度会提高 然后再加上日出或日落 像昨天是在日落的时候 太阳光要进到我们地表的时候 它那个斜色角度比较小 光线比较容易进得来我们的眼睛 进到地表 能看见七彩云民众相当幸运 因为风势强劲 七彩云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不见 天空自然现象让民众在暴风雨来临前 一睹梦幻七彩云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